好,9月即将就要开学了 在响应行政院的政策斑斑有冷气吹 学校目前主机也大致的改设完毕 但是冷气却没有办法运作 那么通膨的热度似乎也影响着政府的美意 同管原物料的高涨让业者都不敢贸然的下单 让最后的电力系统迟迟都没有办法完成 打开学校的教室内电力系统是空的 2020年将达到斑斑有冷气 各地学校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 出现抢人抢图抢工的情况 目前也遇到了偏乡偏远地区班数少 没有厂商要承包的问题 甚至遇到了通膨材料柜 厂商买不到料的问题 去年三四月的时候电线一捆2.0 才八九百块 现在看今年的一百零一百一十年 八月份电线都已经涨到一千出头了 那这为未来呢未来是不是还会再涨 而且据说消息啦大概九月份十月份还要再涨一波啦 所以在我们顾价上其实都得拉高 否则我们根本经营不下去啦 因为材料涨得太快了 不单单只是电线而已啦 但铜是长得最发张的其中一项 我们在去年已经签约了 今年都要了钱啦 那要了钱只能看撑不撑得过去啦 如果撑不过去就倒了啦 就是这样子啦 能撑得过去就尽量撑啦 得熬过这个难关啦 冷气装设工程主要分为三阶段 设计机电电力改善冷气装设 学校也担心机电设施缺料 将会影响厂商的施工进度 现在电力系统的部分 我们大约建置了70%的进度 那因为还在施工的纽约期限内 所以目前厂商还没有全面完工 所以我们的冷气系统 目前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还没有全部建置完成 由于全国学校都要装 必须发包给电机机师 汇刊汇图之后 再送台电审查 之后再发包电力改善工程 最后才装冷气与能源管理系统 工项多 虽然越美国小已完成70%的电力系统 但是开学在即 也只能继续望美止渴了 记者林杰 邵风香采访报道